他也会使用中国的软件 去拿春天宝 公共的 现在你已经对中国的软件很多都了解了对吗 对 很方便 很方便 没有这次春天宝 大家好 我是吉安游侠 现在在中国的昆明 然后我身边的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孙兰叔 来自伊朗 我在中国留学大概一年了 对 和我学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 对 和国际经济 国际商务 商务经济 差不多 对 对 然后 我们认识有四年时间了 对 没想到在中国又见面 没想到在中国又见面了 对吧 那个时候是在伊斯法汉第一次见面 对 然后最后一次见面 也是在伊斯法汉 对 今天我看到了一些中国的老房子 我觉得和我们伊朗的老房子差不多一样 我们有一些房子和这个四合园差不多一样 但是我觉得 院子里面 在我们国家有一个水池 还有在院子里有很多花 还有我觉得在这个四合园里面大部分有木头造成的 但是在我们国家一般有11头 一般是木头 中国的大部分都是用木头的 对 但是跟伊朗的还是有一点很像 对对对 他们的房子的结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四合园 就是伊朗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个空间 对 房子的结构 你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 但是从外面不能看到里面 对 我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遇到了 伊朗的房子结构 它保护隐私 就是在外面看不到里面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 但是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 不会像中国这样开放似的 反正我们在二楼看一看 这个房子修得很好 对面有一对年轻人的拍照 我感觉这样的房子住起来应该很舒服 这些我感觉应该是后来修过的 房子都修得很好 下面都是木地板 还有一个书别就是在我们伊朗的老房子 用很多画画 哦 彩色的画 对 是的 而且这里没有 这里大部分都是雕刻 哦 对 像窗户上面的这样的雕刻 上面也是的雕刻 这里也是雕刻 伊朗很多地方都是用画 彩色的画画出来的效果 那你现在来到中国留学 你来的时候为什么想要选择来到中国留学 因为我来中国几年前我开始学中文 然后我发现我一定要在有这个中文环境 才会提高我的韩语水平 所以我打算申请来中国大学留学 找到一些中国朋友 对未来的工作也有帮助 哦 那你来到中国留学 然后学习上面有没有什么遇到问题 没有 我来的时候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不习惯的 比如说同学们之间的关系 打招呼方式这些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就是文化上面的 对 还有老师们讲课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嗯 他们就在讲课 然后学校们不听 嘿嘿嘿 搬手机 就是学习上面遇到的困难 能不能听懂中文 理解中文 因为我们的课程有点难 我觉得大部分特别专业 比如说第一个学期我们的课程都是经济学的 所以我大部分听不懂 而且我发现中国人特别喜欢数学 我的数学很差 哈哈哈 我觉得很困难 但是我现在我刚第二个学期结束了 我已经习惯了 已经有一些 我听懂的 嗯 就是更多了 更多 恭喜你 谢谢 那你在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遇到一些麻烦 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多的困难 因为我喜欢吃中国菜 比如说我觉得吃的东西是最大的问题 对对很多医疗人来说 吃的东西很难 很多人不习惯 但是我特别喜欢有些中国菜 哦 那你现在喜欢哪个菜 中国哪个菜 有些面 有些不是那么特殊的 但是我喜欢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调料 调料 调料上的 我去过广州 还有呢 比他还没有机会去 那就是两个城市 一个是昆明 一个是广州 对 希望两年以后有更多机会去别的城市 当然了 欢迎你去中国所有的城市 谢谢 那你现在对于昆明这个城市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气候很好 而且生活很安心很舒服 但是从工作方面我觉得机会不太多 哦 对 你们会想的更多的是工作方面的事情 但是这里生活或者是学习是很好的 很好的 而且我们学生不能同时工作 对 你学习的时候就不可以工作 在中国的法律是这样的 对 昆明这个地方也很美 对不对 现在我们在这个 这个捞鱼盒 这个捞鱼盒 捞鱼盒 这个后面的弧叫什么 电磁 电磁 哦 感觉这个位置非常漂亮 这里我们看到了几棵无花果树 在云南昆明也有 但是这个是对主要是伊朗的 对 这些都是后来的 原来 波斯有说就是安吉日 安吉日 对 但是我不知道从哪一个国家来的 是从伊朗过来的 从伊朗 对 以前阿富汗也有 现在阿富汗也有 但是从阿富汗那边进入中国的 我有一次在 阿富汗街上看到了他们用那个绳子 串的一串串的 无花果树缸 现在有很多 中国商人在伊朗和阿富汗 采购这些东西 到中国来 这个就属于坚果 卖的最好的应该是开心果 但是这个无花果也很多 对 我以前经常说过那个开心果的 不是这个 这个无花果也很多 我们一起过来吃的是米线 我这是三线的 它那是牛腩的 感觉味道怎么样 很好吃 你喜欢吗 我一般不太喜欢米线 但是这个米线 他们家的比较好吃 我感觉吃的也挺好吃的 味道挺好 我吃了很多米线 这个米线味道真的挺好 漫漫呢 她来到中国留学 已经有快一年时间了 我那个时候 她要来之前 我跟她发消息 她告诉我了 她说想要来中国 那时候 哎呀 我说那是太好的选择了 在中国来留学 然后认识更多的人 然后你可以有更多的 工作机会 然后还有就是 你中文好了之后 在伊朗有些中国的企业 非常需要 像漫漫这样的 会中文 然后呢 又了解中国文化的 很多企业老板需要 像这样的 还有就是 我认识也很多 在伊朗 学习中文的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学习中文 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 是非常大的 有很多伊朗人也是知道的 他们认为 中国 未来的经济会越来越好 机会越来越多 所以有很多人学习中文的 比方说我现在上学的 就是Sahed Beheistit 这个大学呢 现在有 有三个年级 三个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每一个年级有 二十五个学生左右 二十五 每个年级有二十五个学生 所以说他每一个学期 会有 二十五个 学生毕业 这是一个学校 德黑兰大学 他每一年 会有五十到六十个学生 毕业 德黑兰大学 然后伊斯法汉 有几个 大学 我忘记了 可能也有 五十个学生 毕业 就是中文系毕业 然后德黑兰有很多 培训中文的机构 他每一年 也会有五十到六十个 学生毕业 学习中文 所以说 整体来说 德黑兰 每一年 会有 两百个 中文系学生毕业 所以说 在德黑兰 未来有很多很多人 会说中文 所以 这是非常 对于中国 非常有 有帮助的 然后对伊兰 也是有 帮助的 因为会 有很多的中国人来到伊兰 投资 所以说 中文是未来 不说那么多了 今天的视频 把它整理结束了